大家好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业水处理方案 在介绍我们方案之前呢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水处理设备 水处理设备分为污水设备 还有一个净水处理设备 净水处理设备从它的一个工艺上来讲 又分为RO反渗透净水设备 还有等离子设备 EDA设备等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RO反渗透净水设备 看一下RO反渗透净水设备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RO反渗透净水设备 是将原水经过活性碳精细过滤 再通过我们的RO膜过滤 将原水中的工业污染物 重金属细菌等杂质 从中隔离 从而生产出符合卫生标准的一个纯净水 说白了就是把我们的江水 河水还有自来水进行一系列的过滤 生产出我们可以饮用的一个纯净水 这种设备广泛应用在我们的工业园区 像办公楼宇 校园 然后我们的小区 农村的饮水站 都会用到这种RO反渗透净水设备 我们平时用 平时喝的一个桶装水 也是通过这种设备进行生产的 下面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RO反渗透净水设备的一个工艺流程 它的一个工艺就是 从最开始原水进来 会有一个原水箱 对我们的原水进行一个沉淀 对它一个大颗粒度的一个杂质 进行一个沉淀 然后通过我们的原水泵 进行一个管道的一个加压 进入到我们的沙罐和碳罐 来进行一个粗略的一个过滤 这两个会过滤到 它的一些大颗粒度的一些杂质 然后进入到下一个叫精滤的一个过滤器 它会过滤掉一些中等的一些杂质 然后经过一级高压泵的一个加压 进入到我们的核心 就是我们的阿欧反渗透一个膜 通过这个膜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可以饮用的一个纯净水了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净水箱 一般情况下我们一级反渗透 得到的水就已经可以达到这种饮用标准了 但是有些场合可能要求比较高 会在这个一级反渗透的基础上 我们又加入了一级反渗透 会形成二级或三级的一个反渗透净水设备 这是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工艺 其实不管是我们的净水设备这种行业 还是这种污水处理的一个行业 都有存在这么几个痛点 第一个就是设备无法远程调试 设备出厂之后 出了问题之后就需要我们的售后人员去现场出差 它的一个售后成本比较高 然后围保效率比较低 然后客户这边满意度较差 你比如说设备出了问题 然后可能出了问题好几天了 然后现场的人员才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才知道设备出了状况 然后我们再去出差到现场 可能好几天过去了 客户这边的一个满意度肯定是很低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设备无法进行远程监控 就是我们的设备出厂之后 我并不知道设备的一个运行状态 设备是正常运行 还是有故障 还是已经断电了 已经停了 我都无从知道 然后第三个就是设备无法进行统一的一个管理 你比如说我这边一年出了几千套设备 都到哪个地方了 从厂家的角度来说是不知道的 也就无法做这种客户的一个 二次的一个销售 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RO反渗透处理器 它的一个核心是RO反渗透膜 这个膜它是有一定使用寿命的 需要我们定期更换 如果是我们能知道设备的一个运行状态 然后我就可以在这个膜寿命到之前的一个星期 或者一个月 我提前通知客户 提醒客户我们这种膜该更换了 然后这样就可以跟客户做一个深度的一个绑定 然后整个工业行业的一个趋势都是在做物联网 下面开始我们整个方案的一个介绍 我们这个工业水处理方案就是 模拟了现场的RO反渗透水处理器 然后并做了一些简化 目的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网关 可以帮助我们传统的工业设备实现联网 然后解决上面的说的那些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展箱虽然小 但是跟现场的设备比它的配件是一样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水箱 然后下面会有一个原水箱的一个水位指示 然后我这个地方用了一个旋钮开关做的一个代替 然后对应会有一个原水箱的一个无水的一个报警 然后这边是一个原水泵 然后我这个地方以风扇做了一个替代 然后往下就是一个进水电磁阀 然后往下会有管道的一个压力监测 然后这里有一个高压监测和低压监测 对应会有一个压力过高或过低的一个报警指示灯 再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RO冲洗阀的一个状态 最后是RO膜出来的水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净水箱 净水箱也有一个水位的一个监测一个传感器 还有一个对应的一个报警指示灯 整个设备的一个核心或者是它的一个大脑 就是这个CPU PLC 我们这边用的PLC是新闻子的200Smart 就是整个设备的一个大脑是它 它会实时监测 就是下面对应的这些管道的一个高低压 还有一个原水箱和净水箱的一个水位 然后进行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是我们整个传统的RO反渗透水处理器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方案上多了我们这样一个工业网关 加入这个网关之后呢 就可以解决上述的一个问题 就是加入它之后 我可以实现远程的一个调试 你的工程师再也不用去现场进行出差了 就可以在办公室 进行设备的一个调试 包括更改参数啊 上下载程序啊 当然都可以的 然后还可以进行一个远程监控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远程监控 这个就是我们有人云平台 然后登到我的一个账号下的一个监控大屏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张图 右侧就是我们的一个设备啊 就是现在只有一台 然后中间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设备的一个状态 我们设备的一个主台图 给大家动一下 然后我这边让它生成了一个无水报警 然后对应这边平台上会有对应的一个提示 包括我们平台上这边的一个报警灯也是亮的 然后我也可以远程修改参数 然后把这个磨冲洗时间改一下 改成50 大家可以看到我本地的一个参数已经完成了一个更改 充满屏这里也显示是50秒 然后这边有个高压报警 对应的平台上会显示 然后对应的手机端也会有对应的一个报警提示 大家可以看到监控大屏 还有一个系统总览的一个功能 在这个界面我们会看到我整个账号下的所有设备的一个状态 包括我一共账号下有多少个设备啊 比如说我有一千套设备 我都卖到什么地方了 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统计 然后对设备进行统一的一个管理 哪个代理哪些客户都可以进行一个分组的一些操作 包括哪个设备啊 有报警啊 都可以在这里进行显示 大家看到的这张图啊 是我们通过我们有人名的一个主台编辑器来自定义画的 客户自己画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主台编辑器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台的一个画布 在我们最左侧各种空间都有 这是我们的一个元件库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边来选取一些对应的一些元件 包括开关啊 按钮啊 都是可以的 然后下面会有一些我们对应的一些变量啊 仪表啊 包括我们的一些数据体现啊 仪表盘啊 客户可以直接就拖过来来 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个设备的一个环境嘛 来进行一个自定义的一个编辑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按钮啊 然后选中这个按钮 选到对应的一个设备 然后对应的一个呃 变量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方案呢 还可以实现一个呃远程围保的一个功能 你比如说我们啊 然后反渗透水处理设备啊 都会定期更换这种RO膜的啊 但是呃如果没有这个平台的话 我我并不知道呃什么时间来给客户更换 然后如果有我们这个平台的话 我就在这里添加一个围保计划 比如说我添加了一个计划 定期更新RO反渗透膜 然后选择对应的设备 然后我输一下对应的一个围保时间 比如说我一年更新一次 然后它围保周期 六个月 然后开始围保的时间 就选今天就可以了 提前派单的时间可以选择一周 啊也就是说呃 我这个设备 它的一个围保期是一年 然后就是围保的一个周期是六个月 就是我们的RO膜六个月一换 然后我六个月到期之前的一个周 给客户做一个呃 定期的一个提醒 啊点击保存即可 啊这是一个定期的围保 还有一个就是呃 如果是我们现场设备坏了 然后我们的客户可以给我们提这种 围保的一个公单 点击添加 选择对应的设备 呃公单描述 哦就写一个围保就可以了 然后 这个地方会留下我们呃呃围保的一个il 儿连接电话这里随便写一个就行了 呃这个地方就添加了一个 微保的一个公单 然后我系统 也可以做这种工干的一个分派 啊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呃呃大处理的一个公 Still 这个地方我就可以进行一个派单 把这个单派给我的工程师 让他去现场去进行一个维修 从我的工单里边查看我的工单 这个就是刚才派给我的一个工单 我就可以去现场进行处理了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进行远程设备的一个维保 也不用再等到设备已经坏了好几天之后 客户来发现 然后给我们打电话 说你的设备坏了 然后我们自己就可以提前知道这个设备 最后给大家再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方案 然后我这个工业水处理方案呢 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逻辑就是 开机先自动冲洗五秒钟 这个时间是可以改的 然后五秒钟之后进行一个20秒的一个循环 正常治水的一个时间是20秒 然后再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冲洗 然后如果是异常情况下的话 就是当设备的一个原水箱的水位 较低的话也会进行一个报警 包括净水箱的一个水位过低的话 也会进行一个报警 然后管道的一个高压低压都会进行一个报警 OK 我们这个方案介绍完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